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 米切列托抓住我的手臂并把我拖出房间 我想要大叫 但是他盖住了我的嘴 我不是故意的 拜托放我走 痛苦吃战事的 DDS记录的乔瓦尼之梦 真神奇提醒我去找梅兰尼谈谈梦境模拟器 当作一种有潜力的娱乐产品 爱瓦洛格梅提克 苏格兰场 在西元十世纪英王和平和平者 爱德加将这块土地及其上的城堡 送给苏格兰王肯尼斯三世 而在之后长达六百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地方都是苏格兰君王 在拜访英格兰时居住的地方 抱歉 但和平者 爱德加 这是什么可怕的昵称 他的敌人一定 都是吓到漏尿了 多好 弟兄们 是和平者 爱德加 而且他还带着花来 当苏格兰与英国同一时 这座宫殿遭到拆毁 并在其原址建立起 一系列政府建筑 集中展 克里斯多福雷恩 好久没看到这个名字 约翰密尔尊都曾在 这个区域居住过一段时间 而当英国首相 罗伯特比尔 在1829年建立起伦敦警察厅时 就决定将总部设在这个地区附近 警察厅的后门就是一条叫 苏格兰厂的街道 大苏格兰厂的街道 因此苏格兰厂就成为 世界队政治警队的称呼 这个在新世纪福尔摩斯里面有 苏格兰厂 那个警察每次都会被福尔摩斯点 大这个字没有加入昵称 可能是因为这样叫起来 比较像某种口号 请注意 总比直接叫后门好 来吧小子你被逮捕了 我现在要带你到后门去 苏格兰厂的成立 让人本在 伦敦各地区执行的 不同警队得以整并统一 也因此 获得了立即性的成功 在1874年 苏格兰厂雇佣接近 1万人 并将办公室拓展到 临近树洞建筑中 2万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